DXC2014 ICT P1A MC 第3个问题 这题刚刚多过一半效声答对 这题问关于香港的copyright protection 就是那个版权的保护 这个题目就给了4个情景 ABCD的4个情景就是 他们全部都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做A这一样东西 有机会就导致B那样东西就不能够做 或者没有被保护 就问那4个情景哪个这样的情况是对的 我们逐个看 第一个他就说如果一些ideas 没有express in the form of product 或者expression就是表达出来的 那些ideas就不会被保护 这个是对不对呢? 这个是对的 因为如果ideas一个意念 比如一个产品意念 只是停留在原创的一个脑里面 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保护的 他一定要有种形式 将ideas表达出来 例如画画 或者一个poster 或者只是一个产品 那才有方法进行保护 所以其实答案就会是A的 我们也看了BCD 为什么是不对呢? 第二个情景就是说 香港海关是不能够申发 除非那个copyright owner提出一个投诉 例如海关是不能够充公导版CD 除非那个电影的制作人 或者一些的软件制造商提出投诉 他们才能够采取行动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 因为就算没有投诉都可以采取行动 C的情景就说 一本书是不能够被保护 除非它在香港出版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 因为没有理由只在香港出版的书 才是香港受到保护的 如果一本书在外国出版 在香港难道不受保护吗? 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最后一个情景就说 那些computer program 程式是没有被保护 除非它通知了这个政府资讯 科技总监办公室Ogeo 那这个都很明显是错的了 因为基本上 就是电脑软件程式 都受法律的保护 特别是版权法 那这个和通不通知呢? Ogeo是没关系的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A for Apple